刚见到三秒 你就让我拉着她的手 跟她跳了舞 这点责我总不要负的吧 谈及过去 性格开朗外向的她 居然难以启齿 我希望老公能够 每天回来抱抱我 亲亲我 究竟是一段真正的经历 使得她感慨半迁 我怎么觉得 我跟她是两代人呢 女嘉宾热情奔发 与男嘉宾激烈碰撞 擦出火花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受 关键是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 很传统的男人 古灵精怪的她 又会说出什么惊人语录 我的生活充满太多 就是偶像或者四剧星的情节 其实你并不是很爱 你之前的前夫对吗 这是我人生中 最可怕的一段 她真的只是 你人生的一部分 她是我的前夫 精彩马上被您呈现 勇敢伸出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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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第二次握手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上 每一天至少有一百对的夫妻离婚 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 他们可能很难去面对 未来的生活 未来的爱情 所以说我们这个栏目 我们这个平台 就是为了有过婚时的女性同胞 来到舞台上 尽早找到自己的真爱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来到现场的三位观察团的成员 有我白浪哥 幸福无坎坷 著名律师妍妍 在未来我们一定会有 更美好的感情和生活 心理学家夏冬豪 在心理上可以 哪些可以做得更好 那相信以后的路 就会真的很平坦 谢谢三位 这里是第二次握手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即将登场的这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殷叶娜 今年32岁 生活中的我是属于百变的 活不开朗是我 温柔舞妹是我 但是不变的是 内心是一个善良 简单单纯的女人 我曾经有过一段 两年的不实婚姻 如今离婚已经有三年了 曾经我是这样形容自己 是一只青色的苹果 等待一双温柔的大手将我采鞋 如今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这只苹果虽然有些斑驳 但是它越发展望出它的光彩 今天来到第二次握手节目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对的人 不要让我等待 带我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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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呢 那个刚看VCR的时候 就觉得你的身段非常好 以前学过舞蹈吗 没有学过 喜欢跳舞吗 喜欢 喜欢有一个男伴 跟你一块跳舞吗 那最好了 喜欢韩国回来的男伴吗 我怕韩国的男伴 他那种机器 我还不是我们国有的风格 我给你介绍一个 今天场上跳舞跳得最好的 那就是我们的10号男嘉宾 有请王先生 我们跟女嘉宾快来跳跳舞好不好 好 让女嘉宾带你 好 让女嘉宾带你 你再回过来 再回过来 再这样 再这样子的 好 这样 算了 我实在觉得真的像鬼子进村 那请到我这边 搭档跳得舞不咋地 但是搭档的这个精神 还是可以表扬的 很大度 隆重介绍哈尔滨来的小伙 要不就从王豪开始吧 有什么问题要跟叶娜聊聊 那个我能把衣服脱了吗 可以 实话 10年 10年没有 没有这么去跟一个女孩 这么近距离地跳舞 OK 好 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 在下面看 就是感觉 有点小高傲的一个女孩 但是真贴近了以后 我的心里面是很温暖 那个我问一下 就是我特别在意 别人有什么爱好 你有什么除了跳舞 还有什么更新的爱好 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 我基本上两点一线吧 最近的爱好就是跳舞 还有就是学习书法 然后平时的我就喜欢收集一些小视频 然后小摆饰 然后喜欢整理东西 还有就是喜欢收集一些 一些怀旧的东西吧 就是别人给我的任何小东西 我都喜欢收集 包括电影票 旅游的门票 或者是别人偶尔给你一张小纸条 明信片 我都喜欢收集 谢谢你 来 我们有哪一位 下一位男嘉宾 来跟我们 好 有请 9号 你会介意就比你小的男孩子吗 4岁之内吧 30号是吗 对 你是上下4岁吗 不是 下线 因为我很在意这个属相的 因为小我4岁之内的属相都是合的 好 这个都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我得关心一下我们当中一直出跳的 但是永远没有解决自己大事的那个好人 3号 属什么的 蛇 属蛇呢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我想问一下严谣律师 你觉得属相那么重要吗 不觉得这个属相和这个离婚率 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暗示 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小的要求 我觉得也可以有 但是不要过度 为必像我们以前 我们长辈跟我们说六冲六冲一定会冲 人家婚姻健康的或者快乐的也多的是 对啊 所以事实上只有爱跟不爱 其实当你真的爱上之后 说真的你也顾不上属相 是的 是的 是这样啊 是这样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轮各位是怎么样选择的 来 请你到我们前面 各位这位女嘉宾的选择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只有两位是依旧亮着绿灯 我想问一下四号你亮红灯的原因是什么 怪你啊 因为一上来的时候你好像想让我上去跳舞后来换了别人 这个小心眼的男人 其实他给我第一感觉很惊艳很活泼 但是我觉得可能平衡点可能不是很 明白 依旧亮灯的是两位 我们先来问一下十号王浩 上来刚见到三秒你就让我拉着他手跟他跳了舞这点责我总要付的吧 谢谢 没有 人家确实性格特别好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性格也真的是很好 非常好 他性格特别单纯 就特别单纯 简单 没啥心急 来 我们有请七号 坦率的就直接问吧 就是您结婚之后没孩子是吗 嗯 就这样的 我有一段两年的不实婚姻 我不知道你理解吗 什么叫婚式婚姻 我们没有很亲密的关系 那你们没有实质性的夫妻关系 是因为你的原因还是 是这样 是他对这方面好像不是很感兴趣 我想知道两年恋爱 以及两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你有像VCR当中那样 在房间里面就是给他去 去散发你女性的这种魅力 有没有做过这种 你如果不选我的话 我觉得这段问题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因为我想说 其实从男生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一点的话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我觉得应该去医院看一看吧 说实话 在刚刚开始那段时间 我们俩很幸福 很开心 我们一起做饭 一起买菜 饭后我们会一起去散步 这都是我想要的生活 只是到了后来 肯定就是时间长了 就会发现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 似乎少了点什么 说不过去 因为那如果你感兴趣了 一个月就发现了 为什么要拖两年 因为婚前的时候 我们一直就是比较传统吧 而且我对婚姻抱有很多美好的向往 我总觉得这一辈子就跟一个男人 可能也受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吧 我们都在恪守着 而且自己年龄慢慢地越来越大了以后 我也忽然很想要孩子 然后就越发凸显出这个问题 好像有点不正常 这才意识到 当时我意识到了 他对象他跟我见的时候 他谈了两年半 两年半他跟我说的那么一句话 他说妈妈 他从来没深情地看过我 他那么一说 我一直那个心就搞瞪着 但是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觉得也许每个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或许他是一种含蓄的方式爱我 然后总觉得人家孩子比较老实 然后是那种 就是正人举手的感觉 难道他都不会想跟你握手亲吻之类的 你们牵手了吗 牵手肯定有 你们看电影吗 有的 如果看电影的话 有没有看到那种激情的场面 你有没有会想 因为其实很正常吗 有一个吻 有一个吻 很正常 你会主动一点吗 对 我会主动 他怎么办 我觉得好像有点敷衍吧 好 那你当时怎么给自己解释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那就是爱 那就是他以另外一种形式来爱我 那假如说当年也有一个 非常热情奔放的男人来追求你 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还会选择他 我跟我前夫 我们俩关系很好 在一起有时候会无话不谈 像朋友一样 我从来没有说是因为经济 或者是其他一些生活习惯不吻合 产生摩擦吵架 只是因为这一点有点美中不足的事情 那不就是闺蜜吗 不是啊 这个男人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 之前也有 但我总觉得 我希望对方能尊重我吧 你觉得之前那个男人 吻你不尊重你 不是 就是感觉好像 就是对你动了动了就会觉得 好像这个人不是好人吧 然后所以遇到我的前夫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他很尊重我 但我忽然发现 是我自己的意识 误导了自己 我觉得他是启蒙太慢了 所以有些东西没有意思的 大家从小 父母教育要教育得好 好吧 就是动手动脚不一定是坏人 对 说不定是正常人 他那个观念是有问题的 怎么会动手动脚 就是有坏人的这个想法 就是龙石嘛 对不对 就是没有想那么多 反正我觉得经历过这些事情了 我觉得自己也明白了 什么是正常的男人 好的 有没有后悔 也没什么后悔 是爱过嘛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好 在你已经走出这一段婚姻了 对不对 而你现在想找一个非常正常的 对 爱你的 也是你爱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先生 对不对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你有怎么样的设想 其实我是一个恋爱中很黏人的人 而且就会想小女人 我希望老公能够 每天回来抱抱我 亲亲我 我也希望在他怀里撒娇 我很喜欢那种被男人呵护的感觉 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 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你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铺垫吗 那我这一次肯定会要试婚吧 我觉得这建议很好 是 那我先问一下男嘉宾好 婚前愿意试婚的请举手 我觉得试婚来讲 不光是怎么讲 因为整体 因为很多个性 你不住在一起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试婚这个词啊 可能不太妥当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尝试着 让两个人共同的生活看看 磨合一下 甚至两个家庭来磨合一下 其实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 试婚未必是件坏事情 但前提是双方要达成一个默契 不要一耍流氓为性质 因为奔着结婚的目标向前进 我们希望你可以成功 好吧 我们最后一次选择 看一看结果是怎么样 来 留请 对于艾娜的选择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有两位 我们一起来倒计时 5 4 3 2 1 请选择 我想这个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 好 我很相信缘分 我们也相信缘分 顺其自然 但是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好吧 祝你成功 谢谢 谢谢艳娜 谢谢 这边请 谢谢艳娜 谢谢 我的另一半我觉得是三好男人吧 就第一就是人品好 第二要是对我好 第三就是对父母好 其实我来到这个第二次握手的节目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 开始我的新生 欢迎回到现场 这里是第二次握手 让我们通过大屏幕 来了解下一位女嘉宾的资料 大家好 我叫朱华 目前在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的商务 我的年龄在25岁以上 30岁以下 这些年龄 大家可以去猜 这是一个小秘密 民事的兴趣爱好是空手道 还有口琴 来到这个节目 我最希望能够见到自己的心意的对象 当然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一点的男生 我觉得我才会介意 如果大家他们对自己没有心心的话 有点不顶的话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希望他能够是个光头 然后是有万丈光芒的感觉 让我感到很安心 这样会很有安全感 个别喜欢是有胸肌的 我是一个大女人 你愿意做我心目中的小男人吗 让我们欢迎重口味的女嘉宾朱华 那个从来没有一段VCR介绍女嘉宾 如此的迫切 想找一个这么细致的一个未来的另一半 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光头呢 在我心目中一般性是 学历跟那个头发是成反比的 我想学历越高的人 那么那个头发肯定是越少 如果头发少的话 那么会有点涂不太好看 那么我干脆就建议他把头发剃光 这样会有幻妆光芒的感觉 是我心目中的那种男神的感觉吧 就是他喜欢的类型 的确我们都觉得他挺奇葩 挺有特色的 你现在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 绝顶聪明的一个这样一个形象 是 我想这可能是对另外一种 男生的另一番见解 表示他是 对吧 我不知道 我怎么觉得我跟他是两代人呢 好的 好 那个你看看在目前的11位 男生当中男嘉宾 你觉得谁的胸肌是最厉害的 因为这也是你的恐慌 在座的男嘉宾能不能告诉我 谁觉得胸肌比较大一点的 请举手好吗 谢谢 有看到有人举手了 是吗 自己有自信的男生请举手 对啊 不要客气 怕什么呢 不要害羞 举手 举手给我们看看 4号 5号 7号 8号 9号 他们可不可以展示一下呢 当然可以 有腹肌吗 我很喜欢有腹肌男生 来 我们有请各位 全部在这边站开 谢谢 那各位男嘉宾 你们好 我想请你们自己摆出自己最认为 自己最能崭新自己男性魅力的一面 把一个姿势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好吗 谢谢 就我很倒计时 3 2 1 姿势 能不能脱掉一点啊 感觉穿太多看不见 来 万一脱掉 把西装脱掉 其实我脱掉以后背面是没有衣服的 没办法 你可以裸着上身 我不建议 我们建议 我们建议 我有一个原则 坚决不脱 坚决不脱 你可以上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但是不能脱 你如果能够让我感受一下的话 我觉得我建议 你建议吗 我不在乎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来 可以吗 你先上去 去 告诉我们 对 就 可以感受一下他的胸口 你可以按照顺序来 我觉得我其实不是一个很色的人 先上去 用拳头敲一下 先上去 用点力 对 用力 感觉怎么没有二头肌 你用力打这边打这边 太小了 那换一个吧 好 谢谢 我腹肌吧 你可以用你的 你刚刚说你学跆拳道对吧 是空手道 空手道 你可以用你的最大力气 在我腹肌上给一拳 为什么 这个厉害 没有 我怕你 没关系 我万一打伤我对你负责任 没事 真的没有关系 这是他的梦 这是他的梦 还可以吗 我姿势很重 很舒服 很舒服 好了 对你没有感觉 没事 没事 不能摸 只能 只能 二头肌可以让你梦 不要 不能 别这样看着我 我不怕 不不不 我得赶着回家吃晚饭 快点 你这么急吗 你家里有人在等你吃饭吗 我妈咪 你妈咪 我把鼻 其实我觉得他挺好听 不合我这个标准的 你又不考虑了 太瘦了 我跟你说 别看瘦子瘦 脱出来都肌肉 我给你一个福利 他们都是给你敲一下 我让你整个手 能够碰上去摸 触碰 可以吗 我不太希望这种触碰 太接近的感觉的话 我怕我会害羞 瘦了 谢谢 哥哥 你绝对很好 但是我相信我扶不住你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周华是不是平时就很喜欢那种肌肉男呢 是啊 也许他爸爸就是这个类型的吧 而且有可能他觉得有肌肉的男人有安全感吧 打开电视不要被吓着 刚才是一个互动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对于这个肌肉男有一个特别的喜好 对不对 是 那你为什么喜欢肌肉男呢 肌肉男 我觉得男人必须要有强壮的体魄吧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才能保护好他心中的女神 你嘉宾想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肌肉 你如果愿意展示我很想期待 我期待想看 那我先上来好不好 行 邵语华你想怎么样 你嘉宾想不想坐过山车 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过山车 从由上而下的那种感觉 你敢吗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你敢不敢 你想干嘛 我只问你敢或者不敢 拼了 那我过出去了 站在我面前 然后做这样的动作 这样 这样 这样行吗 握拳 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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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错 还行吗 你刚才被举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他不够太温柔 感觉太暴力了吧 没有 因为我只是觉得因为女嘉宾喜欢肌肉嘛 因为我觉得在场的11位男嘉宾 我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吧应该 那是不是谁还有想跟他拼命挑战他的 没有 有你这样挑战男嘉宾的吧 好 来 谢谢邵姨花 请如席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一个情景 其实相亲相见未必那么严肃 很好玩 我觉得男人的动物性完全被激发出来 你man 我比你更man 然后呢我觉得包号他是属于那种 其实他很自负 他是有胸肌的 所以他才敢说我不拖 然后可是他又闷骚 我觉得他 没事老师我们但我不那个明白 少来就是少 那你最欣赏的什么样的男生 感觉要有点文艺兮吧 那种有点自己小才华 当然我个别就是吸引我的还是那种 有过精力的 他愿意放下男人的大男人自尊 能够为自己喜欢的女人而舍弃掉 就是一些放下一些自尊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朱华上来给我们带来的是快乐 其实他脑子里很有自己的定义 定力 需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 好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为朱华来进行第一次选择 朱华请到前面 现场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倒计时 5 4 3 2 1 请选择 朱华请到我身边 你觉得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觉得应该是亮了灯会更多 没想到这么少 好 好吧 那我们来问问依旧为你亮绿灯的那些朋友们 有什么样更多的侧面或者层面想跟我们的朱华聊一聊的 直接举手 我们来问一下5号 你那么好的性格 然后外形也不错 然后工作也不错 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都很快乐 为什么你的老公 他不喜欢你 他会跟你离婚 其实我觉得我老公是世子做的吧 他比较霸道一点吧 但可能就是我周围的异性朋友比较多 我老公他能够接受吧 你也知道男人吃醋起来 独占鱼都是很强 他不喜欢他心爱的人跟别人分享 他没有任何的邪念 我觉得纯屈指纹我真的是能接受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绝对会说OK 至少我不能接受 好不巧被我老公撞减了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 还有第二次呢 他里面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女人 精彩 稍后继续 你那么好的性格 然后外形也不错 然后工作也不错 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都很快乐 为什么你的老公 他不喜欢你 他会跟你离婚 其实我觉得我老公是狮子座的吧 他比较霸道一点吧 但可能就是我周围的异性朋友比较多 我老公他能够接受吧 你也知道男人狮子库起来 独占鱼都是很强 他不喜欢他心爱的人跟别人分享 他认为我是那种 让他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吧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自己跟异性也很好 但是也不至于会到全女友讨厌的地步 那你能举例你的前夫对你异性好 哪些的举动他到抱怨的地步 比如说吧 比如说吧 我有个朋友他失恋了 晚上会半夜里面 一两种钟打电话吧 会向我倾诉他失恋 然后 男的女的 男的 对 在我心中还是朋友第一的吧 我觉得我会听他哭诉吧 但是我觉得老公先放在边上摆一摆 但是老公说影响他睡觉了 但是你不可能就是说老公重要 我不可能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老公要睡觉 你打扰到他 我去安慰他 那我肯定在想 我朋友伤心 那我肯定先把朋友安抚好 然后再去安抚我老公 让我老公睡觉对吧 我相信你这是世界 但是我不相信的是 只是发生这一次 对 就造成灵魂原因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的生活充满太多 就是偶像或者戏剧性的情节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吧 就生日的时候啊 他想 就是想要 就是想亲吻一下之类的 我都想就是有男生主动现吻嘛 那我说行啊 反正你这么大人 三十多次从来都没吻过别人 那我说我去成全你一下吧 但是我没告诉我老公 但是偏偏这一幕很不巧 被我老公撞见了 然后我老公以为我背开他 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啊 我觉得好朋友就是说 男生之间亲吻很正常 亲哪儿啊 他倒是小嘴啦 别这么惊讶很正常啊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啊 还有第二次呢 还有一次啊 说 还有第二次就是说 我觉得 我有一个朋友是外国的 那么是可能意大利人嘛 他们那边国家都很热情 你问问他跟他说话 然后他们都喜欢 中国人可能不能接受 但在老外的眼里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就相当于一种礼仪吧 我觉得 很正常 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没有 其实我 我真的很好奇 难道你第二次朋友 也可以给你老公看见了吗 很不巧 也是被他看见了 为什么 现在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呢 你觉得是不该出现的时候吗 如果我们说异性好朋友之间 我们可以用一个吻 表示祝福 或者表示友好的话 对 为什么不可以当他的面呢 如果你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老公比较小心眼嘛 感觉他 我特别因为怕他吃醋 所以我不想当着他的面 如果我觉得他不介意的话 那我可以当着他的面 没有问题 那你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的先生介意的话 你有没有考虑 因为他介意 所以你约束一下自己交友的方法 我觉得 如果是真的好朋友 我觉得只要是朋友之间 他没有任何的邪念 我觉得纯洁指吻 我真的是能接受 如果是不纯洁的指吻 我坚决抵抗 坚决不稳 女嘉宾我帮你问一下 我好 在场十位兄弟 好 你们如果能接受这种行为的举手 好不好 这个我觉得不要说 是离 这个不是离不离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接受 至少我不能接受 就是说你要知道有一点 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 那不是说邪念不邪念的问题 你首先这样做 我觉得不太合适 其实要看你在哪个国家 如果在欧美国家 这是很正常 我们是中国人 西方是西方的理 我也会尊重有人们的国家的习俗吧 你可以让他们也尊重一下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 关键是你是一个很传统的很传统的男人 你不能接受你 这个和传统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国外的话 那一般也就是脸颊贴着脸颊 这是礼仪 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告诉你 可能这种方式 如果站在你男朋友 或者前夫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 其实我觉得 我已经尽量减少见面了 基本上不太减美 所以电话见面 这也是保护我老公的最好的方式 女嘉宾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要跟这个男的 就好像说认识的朋友也好 游戏也好 人家过生日也好 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 跟与你有一段案子 这样的一个情节 你可不可以预先跟你老公 打声招呼 我觉得这样事情的话 你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我 这是一个很好处理 如果你是她老公的话 跟你打招呼 你会愿意吗 对 我打电话 老公我可以问她吗 如果你是我的老婆 对 你跟你很好的友人出去聚会 有一个这样的情节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绝对会说OK 对 可惜你为我亮红灯了 因为我觉得跟一个外国人 或正常的这个异性 或即便是中国人 轻轻脸颊 我觉得很正常 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美国爱情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 是违背也好 或者是不合乎常理也好 这种所谓的在我们 传统的道德观念上 不能接受的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女性同胞 然后妍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也是一个非常大女人的姐姐 对 甚至我身边可能了解我的人 都知道我在外面 经常是和男生勾肩搭背的 但是我的原则是 大家只是在好玩 而且是在我先生在场 大家全都是朋友的情况下 但我觉得说没有问题 我先生就是狮子座的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有遮掩 比如说你们两个私下里面 有这样的 你有要求 我有回应 周围没有建筑人 也没有人去证实 你们之间的清白 但是我不 就比如说我跟她的友谊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认可就行了 不需要第三方去见证 朱华 可能今天我作为一个前辈吧 对 可能有点咄咄逼人 但是我希望是当头放合 让你知道去体察一下 离你最近的那个旁边的你的亲人 甚至是很爱你的那个人 他的感受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好 我们这个平台也好 是给过有经历的阅历的女人 再次找到自己的幸福 那其实说实话 我们包括我在内的三位观察员 四个人永远是站在女性的嘉宾 来为她们出谋划策 是的 但是有一点点我述我之言 我们今天有点语色了 因为其实有时候自己的快乐 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也要顾及一下周遭人的一些情感的 一个感受 别人的感受 特别是你最亲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在离仪之后 我还是考虑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点 对不起她是我做错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要面子的吧 我不会在她面前承认我错 我这样讲好了 我这样讲好了 夫妻之间除了学会感恩之外 一定要学会道歉认错 好不好 来你试试看 你现在试试看讲这句话 就随便讲 就对不起我错了 你能讲得出口吗 对不起我错了 我觉得谢谢夏老师 她能够讲这些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大家看到一上台到现在 一直是大大咧咧的一个 说实话打双引号 就是没心没肺的一个女孩的形象 我没心没肺吗 对不起我错了 但是真正讲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 你看她还是蛮伤感的 而且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流泪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不是 其实我还是 我觉得应该听你说我是个小女孩 我心里会感觉舒服一点 感觉是 但是是挺甜蜜的 甜蜜的时候会让你感动得落泪 但是我感觉生活还是必须得向前看 不能向后看 既然已经走出来的话 那我不能再回首过去 但是想想 我如果会想过去 但是我想过去 我只会想 两人在一起甜蜜的面 我不想想去忧伤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我会向前看 但是我不会向后看那种人 朱华是个内外不太一致的人 她外在表现出来她很豪迈 那其实她的举手投资 我觉得她里面是一个非常小 非常小的小女人 因为不管怎么样 人都会有缺点 人都会有别人不同意 或者不傻子的一面 但是我们就保持一个自我 没准人家去喜欢你的单纯了 是吗 虽然我有点二 还好啦 我觉得开心就好 好 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看看男嘉宾们 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 只要自己开心 没关系 好不好 谢谢 来 朱华请到这边 好 我现在为你亮灯的 还有五位的男嘉宾 我们来最后进行各位的选择 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倒计时 5 4 3 2 1 请选择 好 朱华请到我这边 这个结果你想到吗 我早就料到了 为什么 因为在说到我前面老公的时候 我会情不尽流泪 可能会对他们打击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全部都会为我灭灯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对你来说 你觉得今天这个现状也好 今天这个过程也好 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有些地方我是做错了 我会去改正 但是有时候我希望男生 还是希望能够给我面子吧 我不希望就是说 毕竟是男人要让着我一点 对不对 是 我不希望生活中太多的计较 对对对 我们建议现场的观众 给祝华一些掌声好不好 来 握握手 祝你成功 希望有一个 头发不是那么多 最好是一个出顶的男人 有阅历的男人 也有文艺份儿的男人 喜欢上你 好不好 好吗 谢谢你 祝你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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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谢谢 好 谢谢 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境的无情的人 来给我上个 孤单的人那么多 快乐的没有几个 不要爱过的窗户 我觉得自我感觉还是挺良好的 平时也是第一次上台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表现得怎么样 但是我自我感觉自信的女孩子 她是最美的 欢迎您回到现场 这里是信日乐为您呈现的第二周末抽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 下一位女嘉宾的资料 大家好 我是邵璀 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他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也是我幸福生活的来源 我有一段非常不幸的婚姻 但是现在仍然做得非常的幸福 我喜欢摄影 我是一个典型性的上海姑娘 我希望在这里能遇到心目中的那个她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欢迎邵璀 来 请到这边 谢谢 刚才林西亚里介绍说 你非常喜欢摄影 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她是我的副业 你专拍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活动 秀 杂志 好 婚礼 都有 你需要男模特吗 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他们的话 也可以 好 11位男嘉宾先问一个问题 谁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有约人真的是自高费用 你希望是一个人拍 还是两个人拍 一个 两个人拍 请上台 说实话见过脸皮厚的 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 作为一个互动吧好不好 我们大大方方 两个人一起来一张结婚照 不要紧张 开玩笑了 听我口令 我说开始就是1 2 3 预备 开始 1 2 3 1 3 头两个动作都是男嘉宾带头 女嘉宾跟着非常地合拍 第三个人家带头了 你一点都没有默契 这样吧 我就是再补一个吧 很多事情可以补吗 下去 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可以考虑 是吧 你是从哪一方面感觉他们俩很般配呢 就是整个外形和年纪都还比 应该算比较符合少女的心意的条件 还有哪位男生 好 我们有请4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如果以后男朋友的话 你会要求他也跟你一样去学习这个摄影吗 愿意学我可以教你啊 那如果像我们2号男嘉宾这样 对外形比较俊朗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会愿意去拍吗 就是说拍他 会啊 你愿意去拍吗 会啊 如果你要求的话 我可以拍你啊 你为什么不能指使对方拍自己呢 我不喜欢别人拍我 真的吗 我不喜欢爱别人 其实我也喜欢摄影 好 那我想问一下专业摄影师 从摄影师或者摄影家的角度来讲 我们1号到11号男生 你觉得谁的轮廓拍出来是最帅的一个 没关系 我后期修得很好 我可以帮你多修成流的话 好 我们来问一下2号 我刚才听着女嘉宾来讲话 我发现她说她对摄影的话 比较喜欢记录人 对吧 对 那我想你应该对自己的过去这段历史 应该有很多的记录 对吗 我的过去是一段闪婚的经历 对 所以我们没有出去旅行过 也没有太多的合影 只是有一本过去的婚纱照 我觉得看上去有点小 因为哨腿的话 她还是喜欢成熟稳重一点 那简单地经过第一轮之后 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女嘉宾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一次来选择了 有请来到前面 我们要对哨腿做出第一次的选择 5 4 3 2 1 请选择 面对性格直爽的哨腿 会有多少男嘉宾被她亮起绿灯呢 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段 她真的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了 她是我的全部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能跟你牵手的话 你会不会留微信给我 5 4 3 2 1 请选择 上次来请到我身边 来问问亮绿灯的 问问一下4号 我亮绿灯是因为有兴趣 然后又可以赚钱 我比较佩服她 然后的话就是我刚刚有举手 然后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 其实跟我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系 那同样是我自己 那我有两段的感情经历 有一段我不太愿意去秀 然后另外一段呢我就特别想去秀 所以我刚刚想请教这个夏老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有一个是属于优势 一个弱势 所以优势弱势是其中一定是 有一方比较不怕离开对方的 所以被比较不怕的 就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的前段可能是 你比较不怕离开对方 所以你无所谓 可是后一段是 你比较怕对方离开你 所以你就会想要秀恩爱 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 其实我是想问女嘉宾 其实你并不是很爱你之前的前夫 对吗 等一下四号的 你很坏 先问个问题 先寻求心理专家认证 然后打个球丢回去说 你不是你很爱的你的前夫 好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故意的 我不是因为任何条件去结婚 我是因为爱而结婚的 所以我当时是很爱她 你突然会分开那原因是在 可介意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形容一下是在冷水里堵青蛙的那种感觉 我对她的爱情是逐渐消失的 她对我逐渐开始冷漠 到最后发现她和别人已经同居 半年多不回家 我等了她半年这期间 我做了任何晚回她都不回来 然后她把我们结婚的婚房给卖了 那这是我导致最后我决定离婚的原因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结婚的婚房没有你的名字吗 没有 是婚前财产吗 对 对这样的问题我请教一下律师 没有任何可以为自己申辩 或者是获得的一些利益吗 谈率地讲如果是婚前财产 那她有独立的处分的权利 同意 至于说作为女孩子 但是往往觉得说房子是一个安全感 婚房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见证 或者是我们两个爱情的一个窝 那么这个我想更多的是心理层面上的 孩子现在几岁 五岁了 念幼儿园中班 小班 小班 喜欢儿子吗 爱儿子吗 当然 她是我的全部 听她反复讲好几次 说孩子是我的全部 孩子是我的全部 这听起来很窝心 然而我并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中国女人 我是要替中国女人说话 中国女人出生 小时候是为了妈妈父母而活 然后结婚是为了老公而活 然后孩子出生为了孩子而活 所以到最后她很多人都失去自己 什么失去自己 就是一带这些人垮了 她就会想寻死 她就生命没有意义了 千万不要 我觉得你可以以后就说 我非常爱我的孩子 讲这句话就好 不要是说我的全部 因为她真的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必定还有自己的生活 去寻找的 我不是来挖你的一些伤痛 我只是代表大家会关心一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妈妈 肯定把儿子拉在身边的 其实妈妈这种爱是最天然 和最本能的 往往如果这个抚养权在爸爸那里 爸爸的一份爱还会给 妈妈的爱反而是 在最短的时间成倍地给 不会有什么 倒是我是觉得说 你的这段经历我很好奇 我是跟她认识三个月 然后就结婚的 有可能我觉得 对她的了解还是比较少 因为三个月的时候 有可能她表现出 她比较完美的那一面 然后当年我是觉得 她对我真的是很好 我也没有考虑到 有可能男生好是一阵子 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因为我们结了婚以后 很快就有了孩子 所以没有一段 两个人磨合的一段时间 所以有可能孩子到来 对她或者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包括两家人家的磨合期 都是比较多的矛盾 所以就是计划到后来 有可能她对家庭的观念 和孩子都没什么 所以她一直就不回来 孩子很小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一个人 和她父母在带的 所以就是当时也是等了她半年多 那那个时候 其实是蛮痛苦的一段时间 那当时你的状态 是不是很不好 我当时离婚完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 也没有失眠过 然后我群发所有的短信 给我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恭喜我 为什么会做噩梦 这个有点 因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那好吧 那抛开这些 那我想问一下 你接下来 如果接受一段新的感情的话 你觉得你心仪的对象的年龄 应该是在哪个程度 比我大十岁左右 我都可以接受 不考虑正胎吗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小正胎了 所以我不能需要第二个正胎 好吧 谢谢 她想找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年龄大成熟的 但我觉得有一个事情 我就替大家问吧 我觉得一直对我来说 是一个疑惑 为什么前一段婚姻当中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呢 你没有办法能去想通之前 对你这么好的一个人 突然会变成那个样子 你能不能说一下明确一点 是不是她外面另有对象 或者甚至我有小三呢 我不知道 这是事后有人告诉我 她已经跟别人同居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也不想去追究和吵过 或者之类的 就是都没有办法去挽婚 那我能做的都做了 就这样分手吧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段 然后就是你每天晚上 都是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 但她稍微大一点 她懂事的时候 她会指着那个混纱照 来问你爸爸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 所以每次小孩见到这个照片上 那个男人都会叫爸爸 对 所以你怎么跟他解释 我跟他说上班 因为他的时候也蛮小 也不懂 和一个男士牵手 我意思是从握手到牵手了 你会怎么样跟你儿子讲 我觉得他大一点的时候 我会跟他解释 好的 对 所以你已经有自己的心理准备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为你亮灯的是 一共有八位男生 我们请各位男士再做一个慎重的决定 到底愿意跟我们这位女嘉宾 能不能通过握手 来更进一步地了解 我们进行今天最后一次选择了 来 有请小少 今天最后一次为少翠做一个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现在为你亮灯的只有一位 那就是一号 来 有请一号来到舞台上 谢谢你的坚持 我们说任何事情都是从缘分开始的 那能不能握手就看你最后的表白来 女嘉宾你好 你前面说的很多话 和我的感情经历非常非常的相似 我的前妻呢也是这样 生了孩子之后呢整天不回家 人都看不到 不知道日本啊 英国啊 美国啊 都是飞来飞去的 真的找不到 后来呢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 大家就慢慢慢慢地没沟通 我呢就一直带孩子 接下来就开始自己的那个商业离婚的事情 还有呢就是你前面说到喜欢摄影 我也非常喜欢摄影 把这些看到的美好的事物呢 深深地印在相机里面 以后老了之后呢拿出来再看一看 慢慢地咀嚼 慢慢地回忆 而且你需要就是大几岁的对吧 我76年的 真的真的 我真实年龄是76年的 那你平时还有虚假年龄吗 一看世界就是一个老实人 好 那么世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 没有补充了 如果你感觉可以的话呢 咱就牵个手 对吧 那是握手 牵手就表示这事儿第二次手 对对对对 就握个手 你感觉我不行的话嘛 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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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个手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能跟你牵手的话 你会不会留微信给我 不留 要这样的性格才能压得住我们少翠 少翠就是你胸过他 他就温柔了 今天他上去三连拍也好 五连拍 十连拍也好 我从他那个就是 我看到了小可爱你知道吗 我刚才就觉得 原来施杰这个 都快40岁的男人 那么可爱 而且说心里话 今天他特别勇敢 可能他的经历 会跟你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希望你们 如果不能握到这次手 也可以成为朋友 我感觉就是没这个必要 谈就谈 不谈就不谈 没什么能力 因为我们在强调 我们这个节目是握手 不是牵手 如果今天要私底下交换微信的话 那就不用来了 你就私底下交换微信了嘛 换句话说握手就是 如果你有想交换微信的欲望的话 拜托你握个手好不好 对了 这个跳鞭跳得太好了 我们掌声热烈点 也是送给我们女嘉宾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时间 就留给我们的小少姑娘了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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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能跟你牵手的话 你会不会留微信给我 不留 我感觉就是没这必要 谈就谈 不谈就不谈 没什么 好 我们接下来时间 就留给我们的小少姑娘了 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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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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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连起来 就能向前 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 命运不改变 只要愿意相信 就能向前 一笔泪就能当着两个人 很高兴 很激动 感谢女嘉宾能大胆地跨出脚步 咱们握上手 希望我们从朋友开始 从今天开始 好好地交朋友吧 太棒了 我们再出发掌声送给两位 从握手开始 期待尽早地可以牵手 谢谢 谢谢 祝福你们 我觉得她的年龄还是比较适合 因为我比较希望找一个 沉稳一点的男生 蛮好的 真的蛮好的 很高兴 这些那个女生的亲友团 支持我 支持我们在一起 祝福你们二位 今天能够成功地握手 希望你们在将来的路上 能够幸福地一起走 这里是第二次握手的现场 再次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 所有的男女嘉宾 都将获得有来一份提供的 幸福礼 京师礼和一份 同时握手成功的嘉宾 将获得由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时尚主妇的套装 其中包括一台料理器 和一台电炖锅 以及由K哥之王 专享派对与美食 特别感谢K哥之王提供的 温暖派对的套餐 那么今天在现场 没有牵手成功的 所有的女嘉宾的资料 我们会发布在 我们的节目官网上 我们的网址是 re.echannel.com.cn 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账户 分别是 新娱乐第二次握手 和第二次握手 再次谢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